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办神殿的事 是遵律法 守诫命 是寻求他的神 都是尽心去行 无不亨通 这不是偶然发生的巧合 乃是宇宙间的一个定律 凡尽心做工的人必定亨通 那些心怀二意的人注定失败 神让懒惰的人收成荆棘 他不会把财富送给那些不肯挖掘土地 不肯寻找隐藏珍宝的人 一般人都相信 要想亨通 就必须殷勤苦干 在属灵的事上也是一样 你若想在主的工作上亨通 就必须专心尽力地去做 把所有的精力与精神 都专注在主的事工上 因为他值得你摆上所有的心力 圣灵能在我们的软弱上 扶住我们 但却不鼓励我们懒惰 他喜爱殷勤的信徒 在基督的教会里 谁是最有用的人呢 是那些尽心尽力 忠于主所托付的人 谁是主日学最优秀的教师呢 是最有恩赐的人吗 不 应该是心里火热 看见主救恩的尊贵与荣耀的人 全心全意 能使人坚韧 虽然最初可能遭到失败 但热心侍奉主的人会说 这是主的工作 必定要做成 我的主既吩咐我去做 我就要借着神的能力去完成 基督徒啊 你是否全心全意服侍你的主人 当记住主耶稣的热心 因为他全心地摆上自己 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说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他的汗如雪点般底下 他流血的双肩所担负的不是清神的担子 他把自己的心清倒出来 为要成全神的救恩 主耶税主耶稣既如此的迫切 我们岂能不冷不热呢 弟兄姊妹们 圣愿我们都成为殷勤 不要懒惰 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的人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